HELLO 大家好 我是葉子 這次要來分享一個巧克力布朗尼加慕斯霜的食譜 這次的布朗尼比較特別的是沒有使用油還有麵粉 另外上面的巧克力慕斯霜也有一個秘密武器 所以我們就來看吧 一開始我們先將烤箱以175度C預熱 我們要先沖泡熱的咖啡 請忽略我不專業泡咖啡的方式 接著我們把熱的咖啡倒到巧克力這邊 靜置一下讓它稍微融化然後再混拌 接著我們拿一個碗裡頭放入燕麥粉、椰糖、可可粉 小蘇打粉、泡打粉、格根粉還有一點點的鹽 混拌均勻 接著把剛剛的巧克力拿過來放入花生醬、蘋果泥 還有一點香草精 混拌均勻 接著把濕料倒到乾料這邊 混拌 然後再放入植物奶 這個麵糊還蠻濃稠的 最後拌入巧克力豆 拿一個8寸的方膜 鋪烘焙紙 把巧克力麵糊給倒過來 平鋪一下均勻 然後放入烤箱烘烤20分鐘 最後那個碗機都要舔乾淨 把布朗尼從烤箱拿出來放涼 接著我們來製作慕斯霜的部分 只需要兩樣食材 一個就是鷹嘴豆水 你可以直接用罐頭裡面的鷹嘴豆水 會比較方便 一開始我們先將黑巧克力給融化 然後讓它稍微放涼一下 這次我們需要攪拌器或是攪拌機 搭配不鏽鋼的打蛋器 放入鷹嘴豆水 最好是冰的 這樣比較容易打發 接著呢 我們就把它慢慢的調高速 我們要把這個鷹嘴豆水 打成像類似蛋白霜這樣子 大概需要個3到5分鐘左右 看你的機器 接著緩緩加入巧克力 記得不要一次下太多 然後像這個樣子 因為熱度的關係 會變得有點水液態 沒關係 我們把它放到冷藏 30分鐘左右 這樣拿出來的時候 它會有一點點凝固 但還是有一點液態的狀態 我們再計時打個30秒左右 記得不要過度打發喔 用差不多這個樣子就可以停了 這樣就完成我們的巧克力慕斯霜啦 接著把放涼的布朗尼給拿過來 然後把慕斯霜抹在上面 布朗尼記得一定不要燙喔 不然慕斯霜會融化 最後上面撒上你喜歡的配料 我加了可可水的 這樣子就完成我們的慕斯霜加巧克力布朗尼啦 這個巧克力布朗尼可以冰冰的吃 也可以微溫熱的吃 冰冰的吃它的口感會比較扎實一些 然後從裡到外 從頭到腳都有濃濃的巧克力滋味 你可以把它稍微烤熱 上面的慕斯霜就會有一點融化 變得比較濃郁一點 這個巧克力布朗尼真的讓我覺得 超級無敵美味的 也希望你們喜歡這個食譜 如果有任何問題或想法 歡迎在下面留言與我分享 那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掰掰